而要提高警觉的不止中小学 目前在美国大学才开学第一周 就立刻传出了一千多个通报病例 而台湾还没有开学 目前包括了台大 城大跟中央大学 加起来已经有八个病例 教育部今天邀请各校讨论停课标准 结果决定从专科一年级到三年级 还有大一新生 都是比照中小学的三二五政策 至于大二以上 就交由各校自定停课标准 再过几天大专院校就要开学了 最近一连串的新生活动 一路是有学生确定感染心流感 即台大有一名确定病例 城大也有两名 中央大学也传出了有五名学生 感染了心流感 这些学生主要是去北体 就是体育大学 参加一个我们的干部训练营 所以是在校外爆发的一个群聚感染 中小学有三二五停课标准 但专科大学却还没有统立标准 教育部召集了162所大专院校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讨论 教育部决定 大二以上学生授权各大学自己决定 除了专科学校的一年级到三年级 以及大学一年级比较高中级 等于三二五的标准 另外学校也要自己要订定一个通报跟管理的机制 医护等专科学校由于有校外实习 也必须要订定标准 其实在这个会议之前 已经有大学拟定的防疫停课的计划 班级做单位的话 我们叫三二三三七 就三天内有三个确认的病例 那全校如果有三分之二的班级 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就停课七天 我们只能建议教授尽量点名 最主要是注意关心学生的健康 全教会认为各大学状况不同 制定统一的标准的确有难度 不过也有学校建议 当务之急是一旦有学生疑似感染 应该在第一时间掌握是普通感冒还是心流感 学校也应该协助这些家长不在身边的学生顺利就医 更要督促每一位学生做好健康自主管理 记者综合报道